欢迎回到台湾新亮点的节目 刚刚我们县长聊了很多关于民生 以及说一些相关的建设的问题 那再来呢建设其实也是为了 我们南投县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我们知道县长在担任这个积极政长的期间 有很多很创意的这个创新的观光的政策跟想法 非常的新奇的点子都让我们觉得很惊艳 这边是不是请县长来跟我们聊聊 就您这个上任之以来呢也力拼这个观光 那你觉得说南投县有什么样的一个地理条件也好 等等的什么优势呢可以创造这个观光产 南投县啊我现在要把它定位一个观光首都 那么这个观光首都啊我的目标啊 是要每一个乡镇有一个亮丽的景点 那我现在目前在积极推动的就是草仑镇 那么草仑镇有一个九九峰啊 这个这个九九峰啊景色相当的漂亮 但是啊九九峰啊的下面有一块啊 大概有二十九公顷的啊 是一个游戏用地 游戏用地 那么文件会啊 当时啊要把它规划一个国家艺术村 那么这块土地啊过去是属于县政府的 那么文件会啊要规划艺术村啊 就把县政府这块土地啊 由赏拨用啊 归于文件会来使用 但是呢这个文件会到后来啊 已经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啊 这块土地闲置在那边没有使用 我担任县长之后啊 我发现啊 九九峰这个造型 这个九九峰这个山头啊 看起来就有像一个 类似恐龙的一个样子啊 那我灵机一动啊 我说这边如果将来能够来创造一个 侏罗纪公园啊 可能是相当不错的啊 有卖点 尤其但现在我们台湾啊 也没有侏罗纪公园啊 只有在台中有科博馆里面啊 也就是有几只恐龙化石 只有这样而已啊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二十九公顷啊 我就准备 要把它规划一个侏罗纪公园 另外啊 还有五公顷啊 我们还是要维持啊 那个文化创意园区 文化创意园区 那么将来九九峰啊 有文化创意园区 还有侏罗纪公园 那如果侏罗纪公园 不使用这么多的面积的话 还有剩余的部分啊 我们还可以规划另一种 另一种啊 这个观光一个休闲的一个景观区啊 所以九九峰啊 这个侏罗纪公园的用地跟计划 我们都已经在明年度 就是啊 现在已经十二月十五日了 在十五天啊 我们就新年度啊 我们这个预算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我今年编了大概一亿零八百万 要把这个钱啊 因为过去啊 在十几年前啊 我们县政府像文件会啊 拿了一亿零八百万的这个 有赏不佣的土地啊 所以现在啊 我们要把这块土地这个钱啊 还给文件文化部 把文化部就把这块土地啊 还给我们县政府 我们就马上要着手规划 那么侏罗纪公园啊 我们的计划是要用VOT的方式 有民间来投资 那我们县政府啊 就不用花钱 那么将来啊 共同来享受啊 他所赚的利润啊 来分给县政府 所以这样啊 不但可以带动地方的发展 那么县政府啊 又不用花钱 又可以啊 得到每年啊 就是啊 就几千万的收入 我想啊 这是一己两得的 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 也带动南投县库的收入 我想啊 这个亮丽的景点 做完成以后啊 一定是会非常的轰动 尤其啊 这个观光景点啊 我们要做 做人家没有的 才会吸引更多的观光客 来这边观赏 另外啊 草屯镇啊 我们水利署啊 也要做一个鸟嘴潭水库 那么两嘴潭水库啊 它也有规划一些油漏区啊 将来啊 草屯镇啊 就结合我们手工的研发中心啊 还有鸟嘴潭 还有侏罗记公园 我想啊 这个将来这个草屯镇的一个观光发展啊 是指日可待的啊 所以草屯镇的未来发展啊 一定会比现在更进步啊 更有更多的人潮 还有将来这个赚钱的机会更多 年轻人就业的几率啊 一定会再提高 所以观光啊 可以带来地方的一个无限的发展 刚刚市长讲到这个 侏罗记公园的这个观光的一个规划 其实创意也是无穷啦 包括说可能草屯镇在那个 国道六号开通之后 有比较没落的情况 那草屯镇也是想说 我们要怎么样呢才可以再次的一个提升 那刚刚市长有提到说 在这个景点串联的部分相当的重要 包括说我们最近有在做这个 车程的这个缆车的部分 就是目的就是希望说 我们每一个景点都能够串联起来 让这个游客来到这边呢 会觉得说值回票价这样子 那么车水里箱 水里箱过去就是在二十几年前 大家称为水里箱一个小台北市 非常热闹 但是到最近做十几年来都一直没落下去 那么我们也只为要让水里箱继续发展 那么就是要靠创意 所以现在车程已经是一个非常亮点的休闲观光区 是最好的回车站 最好的回车站 最好的回车站 所以现在车程 由日月坛红管处来管理之后 红管处积极开发 现在也会变成一个非常亮丽的一个景点 我想在车程如果有一个纜车到我们向山 这样的话可以这个观光客在整个游览的一个系统方面 也可以结尾一个连线 那么我在担任立委的时候 我也是积极的向交通部来征集 从田中高铁站能够在延长 把集体线的火铁路延长到田中高铁站 那么从田中高铁站就直接搭集体线的火车到车程 那么到车程之后 在车程做一个休闲观光之后 它可以搭缆车到日月坛 就自己不用开车子 这样的话变成一个观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比较西脉点的一个观光路线 那么现在车程 这个缆车是由县政府来积极来规划办理 本来是想要在大湾 就一个台电 大观发电厂那边吗 那附近 因为那个附近牵涉到一个水源的问题 所以那边就在环境影响评估方面 就好像出了一点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我们车程国小并效之后 利用车程国小这个效地来这个缆车的一个起点 将来就是从车程这边直接到向山 现在已经正在规划 这个计划也正在积极的推动 希望在不久的一两年里面 希望能够把建造完成 带动我们一个观光的一个新亮点 县长您就从这个不管是镇长 然后一直到这个立委到现在的一个县长的这个期间 对观光的这个推动都很不遗余力 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听您的这个幕僚讲 就是其实在你在努力当中 您觉得说在当这个立委 然后一直到县长这样不同的一个身份的转换 您觉得最大的改变在哪里 或者是您觉得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当立委是要征取经费 像中央是比较有裁员可以来协助 当县长的话 不但要有裁员还要有执行力 执行力的部分 执行力也很重要 所以现在就是县长一定要跟立委好好配合 跟立委不能脱节 所以现在我担任县长将近还不到快到一点了 但是我们南投县警的两位立委 我都紧紧的把他抓住 需要中央益助的经费 就是拜托立委来出面来争取 这样的话就可以立竿见影 就马上可以来推动 像最近我们锐龙 执珠山寸锐龙瀑布 就是我们就扫一个景观平台 那么我就带着那个习立委 习书到观光局正企 这个观光局这方面 在经费的习可之下 就赶快给我们补助 所以我们锐龙瀑布 一定在过年年 今年的年底 在过年初 我们就要把它开放 就可以重新再开放了 开放给大家来观赏 那么这个锐龙瀑布 它是一个很大自然的景观 非常的漂亮 而且里面的分多景相当的高 所以如果我们开放之后 可以带动竹山的另外一个观光人潮 所以像这种大自然的景观 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去推动 让观光客每一个乡镇 都能够涌进更多的观光客去 这样地方才能够繁荣 所以刚刚县长讲的这些部分之外 可以带动整个地方的一个发展 跟繁荣 民众也很关心的就是 之前这个庐山温泉的部分 要再转移 迁移到福星农场的这样子的一个案子 不晓得县长敦堆 这样子的一个案子 一个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么庐山温泉 当时是我们世界 天下温泉是最有名的 因为莫拉克风灾 巴巴水灾来 结果把庐山这整个大环境破坏掉 那么当时中央就有余力 庐山会什么媚村 它需要千村的计划 就一直规划 要在浦里 福星农场这边 开发一个福星温泉区 那么这个计划 从李县长开始就一直推动到现在 我当前县长之后 我也感觉到说 这个计划是相当不错的 同时对蒲里阵有带来相当大的一个发展 那么对庐山这些温泉艺者 也能够给他们做一个适当的安置 让他们能够到蒲里来 让他们继续延印 这个政策是非常良好 所以我接下来一直推动 目前这个计划已经快要已经到完成的阶段 目前整个手续都已经完成 内政部也同意让我们用期段征收 台塘也同意土地来提供50公顷 让我们来做 整个计划都已经完成 那么现在正在花包推动施工中 我们希望能够尽速地在这一两年里面 把温泉机开发完成 给庐山这些艺者 让他们能够继续 让他们来这边 迁到这边来 继续来推动他们的温泉艺的一个生意 带动地方的发展 那么这个工作 我们都落实在推动 庐山说实在 这个地区是相当漂亮的一个地区 可惜就是因为大环境的关系 谁不敢意料说 谁什么时候会塌下来 这个专家议策 我们只能够尊重 另外我们这个温泉区的开发 我们也正在积极地规划好几处 像国庆乡的北港 北港村 这边也是非常适合发展这个温泉 那边也 所以我们现在也积极鼓励 这个国庆乡 这个北港村 这个村民能够提供土地 让县政府来规划 如果能够规划完成 那么我们南投县 不光是只有庐山 或是东浦 另外还有国庆乡的北港 北港村 这个地带都是非常适合发展温泉的一个地区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观光亮点 民众也是觉得说值日可待 那在这些观光的一个发展之下 我们当然是带来的所谓刚刚讲的这个就业机会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县长 我们是不是也举办了一些相关的一个就业的博览会呢 来做一个年轻人的一个就业机会的美和 对 所以我担任县长 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就办了两次就业博览会 我们就到各机关 各厂商去征裁 那么我们工业区 这些厂商都非常的配合 他办了两次的征裁计划 我相信对于我们工业区这些厂商 也在他们的仁力的不够的条件之下 我们帮他来找人才 我想他们也非常高兴 找不到工作的 借这个机会可以找到他理想的工作 我们在办这个两次的就业博览会 来的都是一些年轻人 他们都依照他的意愿 在每一家厂商 寻求他的工作的一个需求 让他喜欢做哪一类的工作 他就找哪一类的厂商去跟他面谈 所以也创造了不少的年轻的就业机会 像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就业的机会 就是需要这个整体的观光的一个提升 以及说刚刚这个县长讲到说 我们会透过办活动来这个提高 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之外呢 我们接下来也要来行销 我们整体的南投县的农特产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我们再继续聊 nom nom 我们下 month 我们下回 cab